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今天这篇文章能给转型期的姐妹一些参考 一 硬件条件不同 决定了她们的起点不同 长相 谭松韵天生幼态脸 赵露丝主打饱满感 我们先来聊聊谭松韵 她能长期保持上女感 主要原因是天生就是幼态脸 什么脸嫌幼态呢 短脸 短中庭 皮肉包裹好 这些大家都知道了 今天我就从一些有意思的新角度来分析 一 谭松韵的脸型 短脸加头包脸 谭松韵像是在孩童阶段就按了暂停键 一直没展开的感觉 脸长和宽很接近 看起来短短圆圆 和其他女明星对比一下就很清楚了 不过同样是短宽脸 李雪芹怎么就没有幼态感呢 差别在于谭松韵整个头脸骨骼都小巧 下何窄 整个头型脸型上宽下窄 额头开阔饱满 很像小孩子脑袋先发育 脸还没有展开的时候 皮肉包裹感也很好 30家苹果鸡也依然很饱满 和小孩比都不相上下 她自己也开玩笑 节目里哪个小朋友有她脸缘 有了这个幼态的头脸框架 再加上暖风格五官 偏幼态的比例就特别少女了 二 谭松韵的五官 圆线条多 比例偏幼态 谭松韵的五官都是圆线条 连那眼角也是圆的 鼻子从各个角度看都是圆溜溜 上唇的M型很模糊 看起来也是圆润弧度 拥有同款小猪鼻的女生 有的可能不太喜欢自己这种鼻子 其实这种鼻子贡献了很多幼态感 鼻头位置高 正面看在视觉上缩短了中庭 加上眉眼距离远 眼睛位置低 看起来中庭就更短了 鼻头短 鼻翼肌底凹陷 半侧面看起来也是圆圆的 一点攻击性都没有 有的人转到侧面半侧面 鼻子就会有肩线条的感觉了 不过谭松韵的鼻翼肌底凹 鼻小柱肌底看起来却不凹 因为她的下巴后缩 牙弓稍窄 牙齿收得很紧凑 嘴巴没有凸出来 对比下牌的植油花 鼻翼肌底和鼻小柱肌底都凹陷 凸嘴太明显就先成熟了 分析到这里你也发现了 谭松韵的脸部特征 大多在往优胎感发力 风格很统一 那我们接着看赵露丝 她其实更偏向金枝卦 赵露丝的脸型比例 硬件上的优胎感不多 再一看赵露丝 有没有发现短脸短中停 下巴后缩这些优胎特征 竟然一个都没有沾边 修长的鹅蛋脸 中停长 下巴长翘 比例其实不那么优胎 她的脸型骨骼 也比谭松韵更成熟 虽然皮肉包裹感很好 还是能看出一点点颧骨 下颌角也更大气 不过她特别喜欢笑 笑起来骨骼感都被淹没了 只能看到饱满的苹果鸡 肉嘟嘟很可爱 比例上 她的额头也比谭松韵更短更窄 不过很饱满 成熟度适中 所以赵露丝印尖上的优态感 其实不多 主要看起来饱满 给人一种胶原蛋白丰富的元气感 左边因为灯光修图 把额头 脸颊 眼下三角驱抹平了 又没有感觉就清冷了很多 赵露丝的五官 鉴于可爱和精致之间 赵露丝的五官是圆肩结合的 比起谭松韵的唇圆线条 更精致成熟 内眼角尖且下钩 上唇线条明显 生涂里的侧面鼻子 有肩又挺 有种高贵感 这种精致五官理论上很有女神感 俊理感 不过有两个特征 让她接地气了一些 变得更少女 一个是下垂眉 笑起来眉眼弯弯 不笑便呆萌 另一个是嘴巴比鼻子小 纯朱明显 好像在嘟嘴 有种软蒙无辜的感觉 这么看来 赵露丝的脸部特征 其实没有那么幼泰 她的少女感 更多是来自表情和动作 后面第二部分会详细讲到 身材 谭松韵软弱娇小 赵露丝更有女性感 谭松韵的骨架很小 在各种合照中都显得很小巧 在很多电视剧里面 都使用仰望的姿势说话 看起来就像小孩子 赵露丝的个子也不高 不过她的肩膀更平宽一些 两个人最大的差别 还是曲线感 谭松韵是没有什么曲线的原生 像没发育的小孩子 饱满软弱 还没褪去婴儿肥的感觉 但是没有成熟女性感 赵露丝也是原生 不过曲线更明显 肩膀也宽一些 可以驾驭更女性感的风格 那我们把脸和身材结合起来看 两种少女感的差别就很明显了 谭松韵 又太脸加小骨架原生 外形就很少女 赵露丝 精致脸蛋 加有曲线的小骨架原生 少女感更多是气质加成 二 表情动作管理不同 呈现出来的气质也不一样 表情管理 谭松韵灵动乖巧 赵露丝俏皮元气 谭松韵给人一种比较乖的感觉 有灵气却也甜淡 经常会用这种睁大眼睛看的表情 很像带门可爱的小动物 看动图会更明显 很多人也说看了她的居后就迷上了 怎么会有人眼睛这么亮这么单纯 经常会用微笑配上小猫一样的眼神 有一丝雀雀的柔和的感觉 开心也会裂嘴笑 露出一点牙银和下排牙齿 嘴角比较圆 很有亲和力 还会有点皱鼻子 显得更可爱了 赵露丝的气质更搞怪活泼 会做一些半丑表情 不会为了颜值而端着 看动图就会发现她调皮尽十足 给五官增加了很多可爱感 笑起来却又很精致 一点都不会露牙银 正好露出上排牙齿 嘴周线条干净 嘴角可以拉得很尖 眼睛也经常是笑成月牙 给人一种无忧无虑的元气感 很有感染力 动作管理 谭松韵更内敛 赵露丝更活力 谭松韵的动作幅度不是很大 比较乖巧内敛 看起来就像顿顿的小孩子 赵露丝的动作明显要放开很多 幅度大 看起来很有活力 有种俏皮感 看他们的活动现场照 也可以感受到日常里的真实气质 一个更柔和清淡 一个更外向热情 分析到这里 思路就比较清晰了 我们把外形加气质结合起来看 谭松韵 外形足够优态 气质里却有一分清淡 赵露丝 外形不那么优态 却因为活泼生动的气质 增加了少女感 顺着这种内外在条件 就可以推断出转型方向了 大家可以先想想自己的答案 再接着往下看 三 怎样平衡外在加内在 找到更适合的转型方向 谭松韵 转型成延细小姐姐 谭松韵的外形虽然优态 但气质不是完全的甜美俏皮 可以往延细小姐姐的方向转型 延细就是在 填暖路线上加入一点冷感 变得更有态度 比如新元结衣是加入了 酷感大姐姐的延细 黄末良子是加入了 中性少年感的延细 谭松韵适合的是 加入清冷感的延细 底色还是优态的 不过更清淡简约 她的人中稍长 可以有一点成熟感 表情清淡不甜腻的时候 就有了一种清冷少女感 那从甜暖到延细 该怎么转型呢 可以先改变发型 甜暖少女偏爱高马尾 双侧边发 延细少女要多一些冷感 可以留直发 长度从期间到中长都可以 搭配帽子就能增加一些造型感 衣服的旋款更利落一些 减少甜美的装饰物 可以加一点点运动元素 立体装饰物不要太多 不然会打破清淡沿细的感觉 变得太抢眼 左边两套为了平衡粉色的甜蜜 加了很多工装元素 就有点太复杂了 不适合营造沿细气质 颜色上也不用局限在 白色粉色这种甜暖色系上 一些冲击感不强的 格纹几何图形 条纹都可以用来丰富沿细衣橱 赵露丝 转型成大家闺秀风 前面我们分析过 赵露丝的五官身材 已经有精致成熟女性感了 只是表情动作比较活泼鬼马 以现在的年龄 走明亮少女风当然没问题 以后转型可以往大家闺秀风走 柔柔顿顿 精致又有亲和力 虽然她中停稍长 但眉型下垂 整体气质还是比较温婉柔和的 发型可以打理成深棕长卷发 放大精致女神感的一面 有种被呵护得很好的大小姐气场 走甜暖少女路线时 多是钢马尾 或者是自然感的直发 加各种小发卡 穿搭没必要 为了提高成熟度 就穿黑色西装 太干练和暗沉 综合她比较元气活泼的特质 更适合选一些柔和的彩色 结合简洁柔软的长线条 就不容易显老了 想保留元气特色的话 短裙还是可以穿 注意一些旋缓细节 就能往大家闺秀风靠拢了 大家想要不太成熟的优雅穿搭 也可以参考这个思路去转型 冬天的穿搭也是如此 多用长线条 减少细碎图案 就能年轻又优雅了 最后丁丁再帮大家总结一下 谭松韵现在是可爱风 将来可转型成言戏小姐姐 赵露丝现在是明亮少女风 将来可转型成大家闺秀风